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也想成为这么酷的人 其实程序员在工作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真的算是在互联网冲浪的最前排了 运气好的话其实还能参与改变世界 世界上第一名程序员其实就是一名女性 她叫Ada Loveless 是她写的第一个算法 Hello大家好我是Christina 我是一名程序员 同时也是一名视频博主 就是大家现在所谓的写上青年吧 然后我是96年的 今年快满25岁了 本课是在多伦多大学读的 读完之后就有在多伦多当地一家初创公司工作过一年 然后19年选择我自会博 目前呢是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后端的开发 主要是cshop和donet方向 其实大学入学的时候我是学商科的 然后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吧 就是接触到了一门计算机入门的课 然后上完那门课我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编程 我记得当时第一门语言学的是Python 然后当时就是第一次打出Hello world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特别印象特别深吧 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是就是上课看到有一个同学 就是有在用命令行敲代码 然后当时我不太懂嘛 然后就觉得他特别特别酷 所以然后我也想成为这么酷的人 转专业之前呢也是有做了一些research 就是发现CS专业确实在国内外都比较好找工作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程序员很苦很累之类的 每天996 35岁失业 但是我觉得程序员相比于其他的职业 其实能选的范围特别大 就如果你想当一个技术导的话 只要你在技术上你可以一直专业下去 如果你喜欢和人打交道的话 其实也能慢慢的去转一些管理的岗位 那如果你点子多创意多 然后并且很擅长发现需求 我觉得你可以去当产品经理 如果你执行力特别好的话 也可以去当一些技术的实施支持这样子 好说不定就可能半路去创业了 也很有可能 其实只要有技术打底 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 我觉得当然 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程序员在工作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真的算是在互联网冲浪的最前排了 运气好的话其实还能参与改变世界 但是其实在推荐的同时 我可能会先让他问一问自己 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学精神机 到底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东西 作为程序员其实每天写代码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觉得写代码都是一种煎熬的话 那可能要考虑一下毕竟这个是你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 其实作为程序员可能大家都知道Liko的 那我大概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了解到Liko 因为身边都是学CS的同学嘛 大家都会给我安利 就是找工作啊 一定要去Liko上面刷题 就有的时候刷题的瞬间就会突然想起 然后原来当年学校没有理解的算法是这样的呀 然后找工作就别说了 真的有在面试上遇到一模一样的题 所以我觉得刷题还是对找工作帮助很大 然后我觉得跟Liko很有缘的是 我其实在B站上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个刷题的经验 那那个视频呢观看量也是超过了20万 到现在每天还有很多人在看那个视频 就经常说到大家的评论弹幕很开心 所以是有很多小伙伴通过那支视频找到了我 然后认识了我 这个是跟Liko很有缘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在加拿大做的是偏全站一点的工作 有的时候下午两三点没啥事就可以回家了 几乎所有公司都可以做到work life balance 一开始我觉得特别爽 就很多自己的个人的时间嘛 但是久了之后发现 就是已经在自己的一个舒适圈里面 待着实在是有一点太舒服了 我很怕就会变得很安逸 然后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刺激 然后喜欢热闹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回国来看一看 回国以后呢我发现 我不嫌 就是节奏特别特别快 所以我觉得在国内我的成长速度是加快了很多很多 在上学的时候包括工作里 可能女程学员在数量上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工作上倒是没有觉得和男同事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女生学资算机算是处于瑞士 反而在上学的时候我看见女生的数量可能比较少 我还会自己有一点小骄傲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我不要你觉得 不要我觉得 世界上第一名程序员其实就是一名女性 她叫Ada Loveless 是她写的第一个算法 所以2021年了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变成还只是男生才可以做的事情 我建议你先去读一读历史 确实很多人会议论35岁危机 包括女性年龄焦虑的问题 怎么样去balance工作和生活家庭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个我觉得与其去焦虑 不如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事情去一件件的做好 大家可以在30岁之前好好去想一想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 在30岁之后就去往这个方向冲刺就行了 其实我平时生活也是跟普通女生一样 如果累了的话就在家饱一天的剧 然后也会出门逛街看电影 但是我一有小床架呢 就会想着出去旅游 除了程序员这个身份呢 其实我还是一个小博主 平时会喜欢拍一些vlog 其实最开始也是出于兴趣 我自己特别喜欢看youtube 那我就在想 其实我自己也可以把相机拿起来记录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那也是因为做视频 我自己常常的面对镜头 我发现我自己的性格也是越来越外向了 尤其是面对一些大场面完全不慌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Christina的程序员生活 其实大家不用给自己设太多的框 其实程序员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可能性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系列的视频 那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们弹幕或者是留言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